修行想要有所进步 乃至国家社会的繁荣 首先要做到自律 佛法的慈悲 可以融化种族和文化的歧视 真正成就世界一家亲 新北市佛教会的一系列的活动 从金光明事和国际论坛 亲子的静胎 以及早上先生和博 余佛法会还有研合会 还有下午的各高中的表演 可以说是多颜化 包含心灵生灵的进化 环境的进化 而充分的体现 表达为佛教 佛诞的推广 做出最大的贡献 佛教的精神 诸恶莫咒 壮善奉行 日敬体育 四肢佛教 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要真正办起来很不容易 这一次新北市佛教会 来推动的国际佛段文化节 可以说是相当有意义 相当有内涵 在这边请代表中博会 来向我们静调理事长 还有我们修心副理事长 以及所有的 以前是同仁 所有的花心 义工伙伴们 你们辛苦了 虽然你们的辛苦 相信大家都能够同占华益 得到心灵的苦味 得到大众的祝福 所谓诸恶莫咒 众善奉行 唯有自我管理 行为举止 遵循违犯 才能有所成就 十方新闻记者 莱一荣台北采访报导 莱一荣台北采访报导